早安 OK 起床了 接下來我要做早上起床後最重要的一件事 折棉被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折好棉被的床 OK 哈囉 那現在是早上大概十點 疫情期間我都睡比較多 然後 今天早上等一下我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 列我接下來兩週要做的事情 對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從那兩週要做的事情中 挑一些排到今天 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排到今天的行程裡面 OK OK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兩週前要做的事情 那這張牌我覺得 其實好處蠻多的 就你會覺得你有點像自由工作者 你知道嗎 加上現在疫情的關係 就 上課都是線上課程嘛 然後 大部分都不是直播 除了直播要跟以外 剩下你都可以自己安排的時間 那你就把你該做的事情列出來 然後 如果你 夠會運用時間的話 你就可以過得很自由 對 那現在來到中餐時間 也是休息時間 然後 最近 NBA季後賽剛開打 在疫情這麼 一個悶的時期下 肯定是要看一下 那個精華的 然後我等一下就是吃 冬餐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還有 我現在 這個OK 那我們就吃 我發現太陽隊是 非常而潛力 冠軍了 大膽預測 太陽 籃網 然後 破荒者 金塊 這四隊其中一個 是今年總冠軍了 應該就這四隊了 看起來是非常厲害 然後 然後我要繼續去讀書了 那 讀到一個段落之後 我就要 睡個下午覺 然後 再繼續讀書 那先這樣 掰掰 OK 那 等一下 我剛剛去午休睡了一下 然後 等一下 我要上一堂 台大ML2021 塑班 機器學習的課程 然後 大概會花我 三到四個小時 上完課 加做筆記 那 等一下 忙完之後 我來講一下 為什麼我要上這堂課 OK 那我先講一下這堂課 機器學習在幹嘛 那這堂課 這堂課 這學習有十五個作業 那我就舉第一個作業來說 它給你美國 連續三天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資料 然後 裡面有 什麼 多少人感到恐慌 多少人 金錢上有困難 多少人出現了 疑似 疑似 positive 的症狀 對 然後 多少人確診 然後 這三天中 前面兩天 都給你了 這些變因造成了 我們有這些多少變因 然後 對應到多少人確診的結果 那第三天呢 它只給了你變因 就可能 多少人確診 不是 對不起 多少人 多少人沒有錢 然後 多少人感到恐慌 多少人可能 身體不好 多少人感覺虛弱 什麼的 但是它沒有給你確診人數 然後呢 我們在 把它 我們的功課就是把它 預測出來 利用程式 然後利用很多數學 然後 做出一個模型 然後 預測出第三天的結果 那 當然我們 預測的越準 這堂課的 這個作業的分數就越好這樣 那 為什麼我選擇機器學習 來 來當做 就是 我最近的一個 學習的目標呢 首先是 Machine Learning現在是一個 現在的趨勢 所以現在 先學對自己未來 絕對會有很大的幫助 就算自己不走這一塊 但是 多學絕對 不是壞事 加上它又是趨勢 再來是 這堂課 最厲害的點就是 它需要看很多paper 然後 它需要你自己上網 找非常非常多 額外的資源 你才能夠 把這個作業做好 你也才能夠完成 這堂課 真正想教你的知識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剛剛 大概 花了三四個小時 做的筆記 剛剛上課的時候 這是我所抄的筆記 然後 像 像它常常投影片講一講 就 放這種東西 它就會放個 這裡這裡 它就會說 在archive上 就一個網址 然後 然後這裡 有一個 這些資料是出自於這些論文的 然後有興趣可以去看 那 非常多啊 它一堂課大概 加上作業 至少有六七篇paper可以看吧 對 它一個主題就有六七篇paper可以看 OK 好 那除此之外 它 這學期 還有十五個作業 那這十五個作業 如果你這十五個作業 它 評分標準都是 你準確率到達某個 一定的水準 它就會給你高分 然後如果你十五個作業到達滿分的話 我估計一個作業常常都要花十五到二十個小時來完成它 而且重點是 你在跑一次作業的時候 你可能要花三個小時 然後等三個小時後 你才會知道你的結果好不好 代表 你在做作業的過程中 你要在那個daylight期限前 做出一個最好的結果 至少做出一個最好的結果 把它上傳上去 那這其實是非常非常有挑戰性 對 因為 你不可能亂試你的結果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時間把所有可能試過一遍 對 然後再來 再來 這些東西 你都要看非常多的可能程式的文件 然後 看一些paper 來看那些高手是怎麼做出 或是高手是 在這個領域上面是怎麼應用的 還有一些可能很厲害的技術 應用在我們的作業上面 這個作業難度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 因為我年底想要投履歷的關係 所以 所以我估計 可能 最近 還有七八月 就都會 狂狂專研這個部分 然後 專研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然後 那我在投履歷的時候 就可以給公司看 就算只是給公司看 我這十五個作業 給他們看 我為了把這些作業做好 然後 我查 我如何查資料 然後我如何更進更改我的call 然後 除此之外 還去看很多論文啊什麼的 那 我在告訴 嗯 我投履歷公司們 就是 我是有自己找答案的能力 對 然後我是可以自學的 所以 我是 就是一個 相較於可能其他投履歷的人 我可以證明我是一個 很有能力的人 對 然後 我也 我也都是願意付出很多努力 在這個 這個工作 這個領域方面的 對 那相信這樣也是 會增加很多 我錄取的機會 對 那 現在是晚餐時間 剛剛把機器學習學完之後 就已經有點晚了 就 六點多了 然後 等一下我會跟我朋友一起追劇 來追個一個小時 然後 然後 再 繼續把 微積分完成 然後再唱歌 然後 我也今天做個結尾 就要睡覺了 然後 我就邊吃晚餐 邊跟大家聊一下 欸 那聊一下為什麼 那不然我們來聊一下我們的 那個 肩膀上次好了 肩膀就是上禮拜日開刀 然後 開完刀之後大概有半年 沒有辦法打球 跟正常的重訓 就 身體會蠻受限的 然後甚至請幾個月 也不太能運動 然後 等一下要等醫生評估狀況才可以 還有運動 對 然後 在 大力上的時候 我在一場籃球新生輩的比賽中 因為用 左手用這個 排球殺球的動作 搶籃板 把籃板拍給對了 結果我的手 好像甩太大力 然後就脫臼了 然後 去醫院 醫生幫我們接回來之後 我以為就沒事了 就這學期 在打排球比賽的時候 因為 球往左邊飛過來 然後我來不及反應 我就直接用左手 殺球 打過去 結果 我的手 就這樣 又脫臼了 然後去醫院檢查 發現 所以 看 那個 好像有點嚴重 要開刀 不然這輩子不會好了 如果不開刀 這輩子就不用想打排球了 對 所以 所以就開刀了 那 剛開完刀的時候是真的蠻錯的 因為 像 你們可以看到我在做筆記的時候 都習慣手寫嘛 手寫 手寫還好 因為我還有右手 那如果我要打字 或我要打陳詩的時候 我剛開完刀 我肩膀完全不能動 變成 我的手指雖然沒事 但我也不能用左手打字 然後心靈症超差的 然後 加上 吃那個止痛藥 止痛藥會讓你全身發熱 但是你頭也會超級不舒服 所以 我剛開完真的是蠻錯折的 我就覺得 疫情打亂我的計畫 然後 然後 開刀又打亂我的計畫 對 然後可能 我會列我要完成什麼事嘛 但我就覺得 在那個狀態下是非常不舒服的 對 然後 就很崩潰 然後 一開始剛開完真的很想哭 大概第一天吧 那第二天就還好 對 然後 我去看了 Coby的紀錄片 就是 Coby 若有在打籃球都知道 Coby有一段時間是阿基里事件受傷嘛 然後 他說 他某一天晚上就坐在那邊想 OK If I If I'm gonna 就是 如果打算繼續 我兩個選擇 要嘛就是我繼續 因為我阿基里事件受傷的難過 那我就好好想到底要怎麼復健 然後 快點回到球場 然後呢 他又很努力的去復健 最後也 有好好回到球場 雖然沒有辦法像以前有那麼好的表現 但還是 非常非常厲害 我就決定像他一樣 趕快 積極一點 打起精神 左手還 左手清洗天台也不能弄的時候 那我就右手好好打字嘛 那效率沒關 效率比較差也沒有關係 但至少我是 再往前進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還不錯 那 其實這道理跟 現在疫情也一樣阿 就你可能沒有辦法像以前 去戶外 過很多活動 因為這樣取消 你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做得那麼方便 那我們 也是有兩個選擇阿 要嘛你就繼續哭阿 要嘛就繼續 為今天事難過 阿難過完了 那我建議第二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就是 去想要怎麼辦 然後打起精神 Proof is 然後改善它 做能做的嘛 那 至少做完能做的再 再南瓜 對 所以我打算是 自己還是要把能做的事情做好了 對 OK 那 吃飯透了大概就到這裡 OK OK 那現在我跟我朋友要來追劇 那追劇當然要配點 給大家看一下 幹 單手 單手這樣摺 OK 就是配點那個藍莓蛋糕阿 這是全聯的蛋糕 疫情這麼無聊的期間 我們肯定是要豐富一下自己的生活的 可以從食物方面開始豐富 要從視覺方面開始豐富 好那我們就開始這一句 那我剛剛 聽完那個主唱 很多片段 然後也跟著一直唱 然後 有聽一下錄一下自己的聲音 聽一下表現怎麼樣 那今天是 Hundredth Days of Singing Challenge 第23天 現在就來唱給你聽 我會 披心待躍的想你 我會奮不顧身的前景 遠方煙火越來越唏噓 你 你是 前方 身後 的距離 OK 好 那我 來為我今天的不知道做一個總結 那 我相信大家因為疫情就是 不一定到打擊很多 但是 生活型態絕對是 被迫 就是直接改變 改變很多 對 然後 但是還是要 鼓勵大家把自己 生活過得很開心 很快樂 然後精彩 對 然後可能會有人問說 阿你 你要 你想進Google 然後你 你 城市方面要 讓自己的實力很夠嗎 然後但你為什麼還安排自己一天中要追劇 然後唱歌 對 然後還當YouTuber 就是會拍些影片這樣 那我就想說 我確實是 想要在我的 可能未來的事業上 或是 我的能力上 有一定的水準 也有一定的成就 但是 我也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只有那些 不然我的人生可能就會變得很無聊 我也是這學期才慢慢 變得 但是 過得蠻好的 對 然後就是 對 然後 我就希望我的生活是很平衡的 這樣 比較好的 那等疫情結束 加上我手好後 我也會希望可以去 爬個山 或 體驗一下衝浪生活之類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然後 有也有時間的話 對 然後 最後想分享一句話 是之前在書上看到的 就是 You don't have to be excellent but you can try to be excellent 就是 你不用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但 你可以試著 對 很優秀 對 那我就覺得這樣的生活態度 在疫情期間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 不然 每天 你會越過越無聊 然後 你可能會越來越沒動力 你會覺得人生 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疫情的出口 你知道嗎 對 那可以多在疫情期間 篩一些事情給自己做 我覺得會 是一個蠻棒的 一個選擇 對 然後 今天的Vlog 謝謝大家觀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按讚訂閱分享 趁著疫情這一波的 這個潮流 我們趁大家都 待在室內 被迫 被迫不能出去 很多時間看YouTube 看影片的時候 直接 爆紅波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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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